就是從預期是有少少上似 是 但是市場也是這樣 是 我想主要你只能夠解釋 市場現在的解讀方法 可能就是內地的經濟狀況就是這樣 是 所以就算說LPR 市場都覺得未比較好 是 但是應該就可能說 那個殺傷力又沒那麼大 是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你問我看過LPR那樣東西 之前在說市場的看法 我還沒說過自己的感覺 是 我不會買因為說那個貨幣政策 有機會寬鬆 所以市場又有機會好一點 是 因為那樣的問題就是 你為什麼要降LPR 那個原因就是 因為經濟狀況不可以 是 就是你的經濟狀況不可以 你降LPR 是的 你的短線又似狀 但是是不是純粹就是靠貨幣政策 可以改變內地的經濟狀況 現在內地的經濟狀況 最大的問題是在什麼 在內房身上 就是內地的房地產銷售 你看第四季的合約銷售 我不知道用什麼字去形容 是 慘淡好像已經是過分樂觀 就是再悲觀一點都還可以 就是你的問題就是 內房會不會有些 連續違約事件等等發生 是會有 降完LPR 你也不會幫到手 是 所以說 那個問題就是這一刻 你願意有條件降到LPR 但問題是如果下年 物價繼續升上去 CPI也要到三四 你真的還降到LPR 到時候會不會說 經濟又不可以 又迫著去加息 那些真正的滯脹風險出來 是會有的 所以你說很難因為降到LPR 市場大幅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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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觀一點看 我仍受到兩萬三 但是今天受到的 是 之後一個裂口就跟你反映了 是 所以一個問題就是這樣 在這些位置我們覺得做部署很划算 好像收到兩萬三 你拿兩萬三來做止市 你又去薄輸得多少 問題有一件事會有機會裂口 是 有機會可能夜期那段時間大插 是 那你能否反映到 就是建議大家不要互底 就是跌市那段時間 賀愛跌市 賀愛紅市 紅市就是 紅市固營資的方向向下 但是問題就是 有時會大列口低開 有時當中又會夾起來 像今天這樣 你以為穿兩萬三 又不穿 現在又夾你百多點左右 所以短線來講 我們覺得不要做這麼多事情 拿多些現金 先看定一點 讓整個經濟前景明朗 穩定 那些才會有一個良好投資環境 這個投資環境一定不好的 你如果唯一選擇去薄 去股底就是 正如剛才所說 有很多現金 因為指數幫你做了分散投資 再不斷地去罵 罵罵罵罵 罵罵 起碼要三四五次以上 每格的人千多點罵罵一次 每次跌下去你就會開心 那你就OK 相反你跌不下去的時候 就向上罵 這些策略就OK的 做中線補串 短線的就是 千萬不要亂猜 哪些位置 定過止蝕就沒有蝕 因為有時會裂後低開 你想止蝕都止蝕不到